一樣先用粗蠟來試試看 還是必須跟大家再重申一下 就是毛絲麵的麵它有線條 所以請各位不要用 用跟它線條另外方向的塗抹方式 不要這樣子塗抹它 因為它的線條是直線的 所以我們就照它的直線的線條來塗抹 慢慢的乾了之後 我們再用比較柔軟的棉布 把它剛剛的粗蠟把它擦掉 還是請大家注意一下方向的問題 金屬經過研磨之後都會產生光澤 現在我們再把它這個研磨器給擦掉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用花石粉再重新把它塗抹過 看看能不能把它弄乾淨一點 OK 我們可以看得到現在這一片 那個花石粉的麵已經乾了 然後我們輕輕的把它擦掉 大家可以看到完美如新 OK 那針對這個戶外的保養 大概一般保管單位管理單位可以做的限度 大概就是我今天在跟大家解說的這個階段 假設說還有沒有辦法再做進去的 可能就必須要更專業的來處理 謝謝同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